大家好,这里是西密说电影 今天带大家看一个无良记者为了能够拍到独家新闻 竟然故意制造凶案现场的故事 夜行者 看到电影名字时本以为是个关于江湖侠盗的故事 却没想到讲述的却是商业规则背后的黑暗面 男主二旦是位职业小偷 这天晚上他看到路边发生了一起车祸 这里除了正在处理问题的警察之外 还有位扛着摄像机的蓝室 二旦上前打听才知道 这位胡子哥是个自由记者 哪里有事故发生 他就第一时间跑去哪里 将拍到的独家新闻素材高加卖给电视台 二旦一听觉得这工作比自己当小偷还要赚钱 就想任胡子哥当大哥 带自己入行 不过习惯吃毒时的胡子哥直接拒绝了他 二旦并没有死心 他决定自己单干 运用偷来的一辆自行车 换了一台摄像机和一套监听设备 当晚二旦就开始工作了 可是并没有他想的那么顺利 经验不足的他一到事故现场 就遭到了警察的驱赶和喝血 在经历过几次失败之后 二旦终于拍到了一段事故现场的一手视频 他赶紧找到了一家电视台 电台主管金发省 看到二旦拍摄的这段 近景用血腥的视频非常满意 并告诉他观众寻求的 就是这种刺激血腥的新闻 第二天 二旦就在电视里看到了自己拍摄的新闻 这让他备受鼓舞 他开始学习无线电代码 监听警方无线电来获取最新事故信息 然后又雇了一名小助手 几天之后 两人碰到了一桩枪杀案 这可是个大新闻呀 可让他们赶到案发现场时 发现已经为满了记者 如何让自己拍摄的视频脱颖而出呢 二旦决定偷溜进被害人家里拍摄素材 为了保证视频尽可能完美 他还挪动了被害人的物品 为了金钱 他彻底跨过了道德底线 金发省对二旦的能力大加赞赏 给了二旦一笔丰厚的奖金 为了收视率 他根本不在乌二旦拍摄的手段是否违法 长到甜头的二旦一次次突破道德底线 这晚二旦在监听设备中听到有事故发生 立马和助手驱车前往 两人动作很快 他们赶到的时候警察还没有来 为了最佳拍摄角度 他竟挪动受害者尸体来获得最佳素材 渐渐的 二旦在圈里名声大噪 胡子哥也找上了他 提议两人联手 但经费稀比 二旦没有忘记当初胡子哥是如何拒绝他的 所以一口回绝了胡子哥 胡子哥对此很生气 又是雇人又是升级装备 处处抢的先机 这二旦的处境很被动 不但赚不到钱 还被金发神奚落 为了扭转局面 二旦在胡子哥车上动了手脚 导致发生车祸 并亲手拍下了胡子哥重伤的新闻 这下再也没人跟他抢生意了 在返回的途中 二旦又偶遇了一起入市枪杀案 他躲在暗处 拍下了凶手的面貌和车牌号 待凶手离开后 他来到被害者家中 面对倒在雪坡中的受害者 他丝毫没有同情心和救人举动 他关心的只是怎样的拍摄角度 才能更吸引观众 做完这一切后 二旦返回车里 将视频拷贝一份后 删除了关于凶手信息的那些视频内容 他这么做的目的是让警察慢点破案 当民众关注度达到巅峰时 他在第一时间揭露凶手 那时自己便可以名利双收 走上人身巅峰 随后他带着删减后的视频 找到金发神 以自己知道凶手是谁 向金发神索要十万 还提出必须要让自己的名字 出现在新闻中 最近电视台收视率下滑严重 金发神为了自己的职业稳定 答应了二旦的要求 很快新闻引起了民众的广泛关注 二旦很满意这个结果 他通过调查车牌号 定位到了两名凶手的活动区域 准备跟踪凶手 在筹整时机报警 制造一起警匪大战 自己又可以第一时间拍摄到劲爆内容了 可突身变故 助手坐地起家 要求五五分成 二旦表面上大意下来 心里却在想着要除掉助手了 很快他们锁定了凶手位置 并报了警 拍摄到了警匪大战 一名凶手被击杀 另一名凶手夺车而逃 二旦紧跟在后面 又拍摄到了警察和凶手 两车相撞的血型画面 二旦诱骗助手走近拍摄 结果助手被车里的凶手一枪击中 二旦赶忙上去 将倒地不起的助手也拍进了素材里 这次新闻发出后 二旦彻底成名了 名利双双的他创建了自己的传媒公司 扩大规模广招员工 一局走上的人生巅峰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一部揭露人性的电影 多少成功人士的光鲜亮丽 是通过见不得光的黑暗手段换来的 引人深思 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里 下期再见